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开始了耕种 这场农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使我们能够定居、建立和创造家园 简而言之,农业使文明得以存在 今天,地球上大约40%面积是农田 遍布世界各地 这些农田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全球性难题的一部分 在未来,我们怎样才能让不断增长的人口中的每一个人都吃到健康的食物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进行第二次农业革命 第一次农业革命的特点是扩张和开发 以森林、野生动物和水资源为代价养活人类 并在此过程中破坏气候 下次就不可能这样做了 农业依赖于稳定的气候和可预测的季节和天气模式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扩大我们的农业用地 因为这样做首先会破坏使农耕成为可能的环境条件 相反,下一次农业革命将不得不从长远提高我们现有耕地的产量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 节约水资源,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 那么未来的农场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架无人机在监控下方农作物的生长状况 这个农场可能看起来杂乱 但这是精心设计利用的土地 使农作物和牲畜、野生栖息地交织在一起 传统的耕作方法清理了大片土地 并且只用于种植一种作物 在此过程中消灭了野生动物 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 新方法旨在纠正这种损害 与此同时 在庄稼间穿行的田间机器人团队 有针对性地给土地施肥 土壤内的数百个传感器 会收集养分和水位数据 这一信息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用水 并告诉农民他们应该在哪些地方多施肥 以及少施肥 而不是把化肥撒遍整个农场而造成污染 但未来的农场不会全是传感器和机器人 考虑到当地生态系统的细微差别 这些技术旨在帮助我们以与环境协调 而非与环境对抗的方式生产粮食 低成本的农业做法 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 而且对许多农民来说更容易实现 事实上 许多这样的做法今天已经在使用 而且他们随着被越来越多的农民所采用 他们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哥斯达利加 农民成功将农田与热带栖栖地交织 所为该国的森林覆盖率翻倍 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位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栖地 这些农场吸引来的鸟类和昆虫 还提供了自然兽粉和害虫防治 在恢复地球生态的同时生产粮食 在美国 牧场主门在由本地物种组成的草原上养牛 利用储存碳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产方式 生产宝贵的蛋白质来源 在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尼泊尔 水稻生产的新方法 可能在未来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大米是30亿人的主食 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主要的生计来源 90%以上的水稻是在水田里种植的 这需要用到大量的水 并每年释放出11%的甲烷排放量 约占全球每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至2% 通过试验水稻新品系 减少灌溉并采用劳动强度较低的播种方式 这些国家的农民已经提高了收入和作物产量 同时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赞比亚 许多组织投资于当地特定的方法来提高作物产量 减少森林损失并改善当地农民的生计 这些努力预计将使农作物产量在未来几十年提高近四分之一 如果与打击该区域森林砍伐的方法相结合 就可以推动该国建立一个具有韧性 重视气候的农业部门 在印度 由于基础设施薄弱 高达40%的收成会损失或浪费 农民已经开始建立太阳能冷藏仓 帮助成千上万的农民保存他们的粮食 并成为供应链中可行的一部分 采取所有这些从最高科技到最低成本的方法 才能彻底改革农业现状 高科技干预将放大以气候和保护为导向的农耕方法 而大规模的农场将需要投资于实践这些技术 同时我们必须增加小农获得低成本方法的机会 对未来农业的展望还需要全球转向更多的植物性饮食 并大幅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这两方面都将减轻土地压力 让农民能够利用可用资源做更多事情 如果我们优化陆地上的粮食 和海洋里的海产品的产量 我们可以在地球的环境范围内养活人类 但有一个很小的误差 且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 和协调我们今天拥有的农业用地 想深入了解科学家、政策制定者 和像你一样的人们 为打造地球未来而正在采取的令人兴奋的措施吗? 访问ad.ted.com-earthschool 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和期望 好 好 好